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董一博 25岁还在拼搏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向大家介绍我自己 佐治亚大学是我的母校 语言教育是我的专业 毕业后在高中任教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 但我会尽量让自己放松 如果您觉得我不错 给我留灯 装不装 谢谢大家 还挺押韵啊 对 押韵 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是今年六月底 刚刚坐飞机回来 很不容易 那这个回国之后 这段疫情期间 都在家里干什么呢 我首先我在广州隔离了14天 然后回到洛阳 我的老家是洛阳嘛 然后就 因为当地的政策 还要再隔离14天 于是我就这一个月就在家里 就一直在隔离 这个姑娘的字也写得不错啊 就我有点特别不明白 你看她那个样子属于萌萌的 很活泼的状态 但她居然是学严谨的金融学 其实当时学的 因为当时我还小 我并没有自己的一个逐渐去说 我喜欢什么 然后我去学什么 被迫的 对 我是我的父母觉得 学金融赚钱 你就去学金融吧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就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是有能力把它学好 这句话很有底细啊 我虽然不喜欢但因为能力学好 来我们说一下李昊阳和任东白 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啊 因为他是学教育文学专业 他是拿到了K12公立学校教学资格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特别难获得 特别难 特别难 确实不太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在你去上研究生的过程中 你是需要去当地的学校 不同的学校去实习的 因为是K12 就是你从Kindergarten就从幼儿园到12年级 你都是要去实习 然后去了解 所以就是还是挺不容易的 你是喜欢教育文学 对 我是喜欢教育 这是你自己选的 对 本科那是被迫的 终于自由了 对吧 那你在国外一边工作 有没有一边读书 有没有一边做教育工作 有的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去当地的Athens Chinese School 就是一个中文学校去当老师 然后我就在那里做兼职 然后每一个星期教两个小时 对 既然你获得了一个如此难获得的教学资格 那你今天面试的是不是教学港 是的 这个教什么 我想教英语 口语 你是不是冲着他们俩来的 是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吧 怎么羞涩起来了 因为我对自己其实很没底 就没有 你没有一个参考标准是吧 对 因为我是 其实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对中国这些职场 没关系 那两个姐姐就是帮你这事的 你问他们俩 来来来帮帮这姑娘 薪酬应该基本上研究生八千加吧 然后您这个海外回来 还有一些实习经历 如果你刚好你的能力 和专业都匹配的话 可以按八千加网上 这是市场上的一个薪酬范围 我给你建议可以拿到一万 因为你有K12的认证 在国内的中文老师 其实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认证 加到一万 我也觉得是要到一万加 东哥你这是吃瓜不嫌事的 因为我也想要他 因为我们要给很多大人教英语 尤其是农村出来的 在家里做家庭服务的人教英语 你如果愿意的 也可以看我的这份机会 而且不只是可以教英语 我觉得有一些教育产品 你也可以做海外市场也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 那咱们就选吧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好 只灭了一盏灯 还有十一盏灯 谢谢 谢谢大家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只有一个不会英语的灭了灯 我没有岗位啊 好 他没岗位 要感谢人家的诚实 天生我有才 来 职场秦商课堂 阿里巴巴宣布取消周报 你觉得取消周报制度能提高工作效率吗 首先 周报制度是什么 每周的工作汇报的书面报告 我救你一下 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说 一种观点认为不写周报 不知道每个人 每周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不好管理 那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 写周报太繁琐 浪费时间反而降低效率 你认同的还写日报 我认同是不写周报 因为我个人认为 在一个企业里边 员工的积极性 是需要领导去调度的 如果只是 就是通过周报来 去汇报这个业绩的话 我觉得是太死板了 领导说 恭喜你 跟阿里巴巴想的一样 领导招谁了 还要调动你们的工作 我觉得他这个回答 我非常的满意啊 作为一个HR来说 因为他是一个 刚毕业的硕士啊 然后他也没有在工作的 就是公司的环境里工作过 然后也不知道 周报是什么的情况下 迅速地了解了周报是什么 然后还判断出 他并没有提升工作效率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回答是很满意的 这个事情 他回答这个问题没错 但是呢 正是因为他的 从海外回来的背景 我在外企工作十几年 外企从来没有 让员工洗过周报 从来没有过 因为他更多的 通过员工的自律 来达到达成你的自己目标 他认为员工就有自律的 但是在中国企业里边 很多的中国企业 如果取消周报 可能会导致 这个很多问题 但是呢 很多企业还会用 周报和日报 代替管理 他因为有了周报和日报 就代替了 这是管理懒惰的一种表现 但我觉得他情商一般 段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站在 你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你认为领导 应该调动你的积极性 你应该有一个 宽松的环境 你没有站在一个管理者 或者说其他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问题 因为不是所有的领导 都知道你做了什么的 所以我认为 他的这个情商 相对比较片面 但我觉得他情商 可以过来 因为我觉得刚才他其实 开始看了题 这个题是懵的 但是浩阳救了他一下 他立马围到这个话题 去表达自己观点 我认为他的变通心上 他情商还可以的 他内心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他在工作当中 应该是一个不偷懒的人 但是他心目当中 又是希望一个管理方面 充分给人自由的人 所以你要说他的情商 只能说他现在回国不久 他还没有摸到 国内企业的套路 我告诉你 要本真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虽然他已经拿到了 K12的这个教育资格 我们要不要现场考一下教育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 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说老师正常的情况下 像你一样 用自己的才能 智慧去教学 但我们呢 其实是让老师去 驾驭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 把老师的智慧和战略 放在一个系统里边 然后呢 这个系统带着 所有的明师的灵魂 来去给孩子 千人千面的去教 你觉得你能驾驭吗 我可以这样做 对 我可以去 经过你的打造去 对 上次有责任 要调动你的积极性 来来来 我问你个问题 假设我的孩子 两三岁 我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说我希望他能 从英语语言启蒙的时候 我能帮他 我们 你怎么能 你会不会教家长 怎么去教育孩子 英语启蒙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两三岁的小孩 就是家长是没有的 因为我 我是说你有 跟家长交流的经验吗 暂时没有 那就没有 就没有嘛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可以搞 这个可以 可以 都可以 东哥你那边的 那个培训 都可以交给我们呀 用系统就行了 行了行了 别懒生意了 我们合作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五盏灯 谢谢大家 来 请翻牌 杨蓉 岗位是我们这个复华项目 哈齐智能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海外市场 薪酬是7K 段东 我给你提供岗位 是五八道家的英语教师 刚才段东老师可是亲口说 因为他有K12 所以应该1万的 哇 对呀 对 他确实说了 我也想起来了 我给你建议 可以拿到1万 拿到1万 拿到1万 因为你有K12的这个认证 在国内的中文老师 其实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认证 段东是在什么情境下 说这番话的 王雅云说 以他的学历 应该8000 对 段东非常自告 分眼说 不对 K12 K12 所以他的技术工资 至少应该是1万 加了 加了 他个没说是浇水 对不对 哎 段东这个 这个好 知错就改 加 在抢人方面 一定要薪水跟得上 加了 加了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段东咬着牙都自己贴2000 好 来 过来 金山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教育云部门的商务 欢迎你来做销售 8000 8000 好 来 李浩阳 李浩阳今天出这么低啊 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老师呢 只有 平时是7000 暑假大概是在1万到1万2 这样的工资 但是呢 其实我是挺希望 你能够来做我们的研发员的 我觉得你的研发员 大概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你不能一直做一个老师下去 对吧 在其他地方拿2万做老师 做个三五年也没意义了 但是如果做一个人工智能打造者 我觉得对你来说才是不一样的潜力 来 赵小叶 我们随风风跑来的俱乐部呢 是一家做这个体育教育的 你可能会觉得跟你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其实本身呢 我们现在是有很多的教学产品在研发的 就是我们有线上课程 然后也有更多的知识类的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很需要你的国际化视野 好 考虑一下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对不起 没问题 来 有请段东 李浩阳谈钱不善感情 好 一万的八千 这个涨了一千是吧 工资要不要谈 谈钱不善感情 要不要再加 让他加到一万 让他上海的加到一万 你可以加吗 我觉得我们这里边 我刚才说了这是底薪 因为你带课带的多的话 其实肯定还是会多的 还有K12 那个证书啊 浩阳 怎么知道你要加到一万以上 基础的精力是肯定是值得一万以上的 对 但是呢 因为老师这个嘎确实是 他不能打破 我已经给你打破了 你这种特立独行的人 不要跟我说什么规则不可打破 是的 其实他是想要你的 但是咱就吃不过这口气 咱就不吃这口气 凭什么 我作为一个人力自愿的专家 我觉得 你看一下这姑娘 她今天整场的表现 她的思辨 她的资格 你看一下她 然后你再看一下脑段 一万 你再好好看看脑段的眼睛 扶不扶你屏上一贯的 令我们敬佩的行为风格 没错 没错 我认为 你应该听大哥一句话 应该加 支持段东 要她加价的 都抓那边去 我 加价 我这样说吧 今天这个姑娘 虽然说你只加了两千块钱 但是这是榜样的力量 因为像她这样从国外 因为这次疫情回到中国的姑娘 会越来越多 这样优秀的人才也会越来越多 你这两千块钱 这不是招了一个女孩 这是招了一堆人才 好帅呀 王上芳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准备过来 在一个大的千人的公司里边 同港不同筹 这个让其他的老师 尤其我们有教了四五年的老师 业绩也是非常好 续班率也是非常高 我认为 万一 哎 我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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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 姑娘去了 一开始一年续班率 还不如别的老师做得好呢 满意度还不高呢 我怎么办 我告诉你 在非你莫属的历史上 丽浩阳不止一次打破自己的规则 对 没错 没错 董事长 在特定的环境下 遇到特殊的人才 就有打破规则的权力 就是啊 好帅 好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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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如果他一年 绩效没有那些老 老师做得好 你加到一万怎么办 我举千瓦 补上你的差项 你看 哎 永远 一 晓风 那个 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用你补 第二呢 我加到一万二 我就信他 好吗 那是李浩阳 这个对的吧 来 所以 所以 姑娘 姑娘 我实际上是为了 你那个K12正输家的 哎 所以 我们这些人 到底是在怼李浩阳 还是在冷落人家端东 没有没有 端东是得道多助 刚才我们就站在这儿 站在端东这儿了 好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 五八道家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去吧 哦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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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